最近多伦多已经放开了探亲的签证 不少想回国的人在大使馆的网站上抢到位置之后 都要去在Downtown的签证中心办理签证 办理签证需要带什么文件呢 第一不能忘记的就是把领馆发给你的email 打印出来或者截屏保存以便查找 然后根据email的要求带上你的护照 记得护照要复印 不但要复印有照片的那一页 还要把你以前的签证也复印下来 所以要复印两页 另外就是照片 如果你已经上传了在照相馆照的相片 而且上传得非常清楚 领馆不需要你另外提交照片 但是如果是自己在家照的 或者上传不清楚 就要另外交一张照片 如果你没有照片 领馆里面有一个照相机 费用是10元 机器接受5元或10元的加币 还有信用卡 楼下有一个Staple商店 里面有复印打印和照相的功能 这里照相大概是25元 在中国签证中心的网站上填好的表 肯定是要打印好带去 但是有时候会不小心填错 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会要求更改 问你选择自己改吗 如果是 你不怕麻烦 你可以到领事馆后面有个电脑改 改完了再到楼下去打印 如果你愿意交20块钱 签证中心的工作人员 是会帮你改好并打印出来的 但是要准备好20块钱现金 关于亲属关系公证 其实领馆并不看 但是家人给你写来的邀请信 一定要有亲笔签名 不能光是电脑打印 哪怕是签名后拍张照也行 至于飞机票 订房证明 亲属关系公证书这类的东西 一般不会查看 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签证中心是不收信用卡的 只收debit card和现金 现在大家都归心事件 而且签证中心的位置也不好抢 所以抢到位置之后 材料没准备好 签证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那个时候不要着急 好好跟他们商量 一般都会有一些通融的办法的 签证中心楼下的staple 有很多服务 可以照相 可以打印 可以复印 其实都挺方便的 要是实在有什么文件没弄好 到下面去搞 完全来得及 祝大家顺利拿到签证 开开心心的回国 作证中心的回国 是扁大 是扁大 可以收到